今天前来调解的是来自江西的一对妇女 父亲袁先生和女儿朱女士 朱女士说他们之所以来金牌调解寻求帮助 是源于父亲的一个反常举动 她就向我们来借钱了 朱女士说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退休已经快二十年 每个月有将近六千元的退休公司 突然开口向儿女们借钱 她也懵了 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 让元老先生冒跌之年会陷入经济危机 原先生没有解释只给出了答案 自然孩子们也不会理解 接下来原先生的一句话似乎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指向 原先生做了什么会让女儿认为父亲是上当受骗 父亲怎样的表现让女儿惊讶不已 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经到了那种 有点自迷不悟 等于说非常相信外面的人的话 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 这对父女之间的矛盾也引起了老师们的共鸣 我也想到了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妈妈爱跳舞 爱打太极拳 同时也让观察员陈兴东化身科普主讲 但是现在的很多骗子他不是无视现引起 他叫做精准现引起 让调解员把艳意变身打假及先锋 没有这个组织 到目前为止 官方上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对父女之间到底矛盾缘起何处 为什么会引发一场社会问题大讨论 最终父女之间能否达成共识 满意而归呢 我们的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业义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是妇女二人 父亲袁先生 女儿朱女士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两位来到金牌调解 自己的诉求分别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说 希望父亲以后 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我父母亲的退休工资 这么多年下来 不但没有积蓄了 而且还欠了外债 现在是这样的 跟上当受骗有关吗 不能完全关 袁先生今天的诉求是什么 这女儿对我有点看法 就是她认为我 每个东西都是 射了骗 这个是上谁的当受谁的骗 近几年卖保健品的人越来越多了 买保健品 买过多了 在这方面您觉得确实有损害 是吧 主要不是诈骗 一开场 女儿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感觉在买保健品方面 父亲是上当受骗了 对于女儿提出的观点 袁先生保留意见 她给出的答复是没有完全的关联 而导致今天一切问题的起始点 朱女士说 源于市面上形形色色的保健品 这个买保健品的东西 应该从08年 我爱人发了五线癌 这里面开始讲起 袁先生说 接触保健品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老伴患病之后 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 朱女士说 父母健康也是儿女的福分 父亲为健康的说法 他能接受 他不能接受的是 父母愈演愈烈地 对于保健品失迷的那股劲 大清早六七点钟 就是去跑到那边去上课 而且他们会 时不时地发点这种不要钱的 就得以说礼品给你们 得以让你们就过来听课 就在眼前的话 他们还听了 都听了29 9天吧 大清早 7点40必须到哪 就听了9点40 比如说哪个某某的保健品公司 是会派这些 所谓的客户 就经常会上门 上门有时候来的话 就会提点这些礼品啊 水果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嘴巴可甜了 都是叫什么 大掰啊 阿姨啊什么的 就得以说 比我们这些儿女还取得情 那是在她自己 就是说工资范围内 可以允许的话 那买一点 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 得以后面这么多年下来 已经就好像 有点痴迷了那种 痴迷是一种什么状态 就买得太多了 到了就是说一天 比如服用保健品 五种到六种 就得以说得排队 也没有那么严重 也就是一天 你一天得吃多少 一天就是四种样子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都吃些什么 是提高免疫力的 比如风胶 防止肠胃的 调理之类的 杨先生您觉得吃得怎么样 确实有一点好处 增加睡眠啊 提高免疫力啊 特别是吃了药之后 吃了保健品之后 也是一年半年 没有感冒 那袁先生 您觉得在这方面 这个是确实有好处 还是您像女儿所说的 有些过于痴迷了 有点上当受骗了 我认为 这个没有买错这个产品的话 没有上当受骗了 有过买错的时候吗 可以说还没有买过 最早的时候 2009年 是买一个那个 就是远红外床 第一个床是花了 7980 没隔几年 后面又买了一个床 是15000 又买了两个 对 第一个床只用了一年多 就觉得没什么效果 那后来第二个 怎么又买了呢 那又有好多人忽悠啊 那又是另外一家了呀 更新换代了 对 那么多 现在搞保健品的多多多呀 老两口乐此不疲 朱女士说 等她和兄妹们 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父母已经深陷其中 调解现场 陪同他们一起来调解的 母亲朱女士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阿姨 那个床您睡得怎么样啊 当时感觉的还有点好处 好像 所以就迷糊了 您怎么就上来 就说自己是迷糊了呢 您觉得是受骗了吗 是 我想啊 怎么这么贵啊 这个东西 反正成本看起来 也不是那么顶高嘛 可是你们还买了第二个呢 当时是怎么了 也是人家缩合对不对 我们也是被人家搞分了头脑了 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要身体好 身体好 你说你就 你就要活到老的话 你身体不好也活不到那么长 所以想要身体好 是你们最大的动力是吧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适量的服用保健品 确实能起到保健身体的作用 眼下很多的儿女也支持 朱女士说从这个角度出发 她也能够理解 可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 她认为父母有些失控了 节目现场 女儿朱女士提供了一组 在父母家拍摄的照片 哦 这角度看得有点吓人 这些都是吗 这间那个卧室 基本上就是脚都伸不开了 我没有发现有这么厌重 您就光看着这些盒子 能想得起来 这些都是些什么 这还是一部分 平常的有些都用完了 会扔掉盒子 她能想得起来这些是什么吗 这我是想不出来 但都是自己家的 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拿着来 放在家里 那个床上 不拍不知道 一拍吓一跳啊 我都吓到了 这一屋子的保健品 连袁先生都表示了吃惊 更不要说作为女儿的朱女士 朱女士说 现在保健品市场也是参差不齐 鱼龙混杂 她真的担心这些药对父母的身体 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 和女儿忧心忡忡的心态不同 袁先生和老伴似乎对保健品深信不疑 就在我们开始调解的两个小时里 她们还在继续服用 一天要吃几次阿姨 两次 这个东西是吃两次 所有的全部加起来 六种 六种 半个小时 一种 半个小时 一种 所以我呢 早上要好好早起来 药都是五点 您帮她准备着 三点多钟起来 四点开始吃药 四点半一次 五点一次 五点半一次 六点一次 七点不是一种饭 到下半时间 还要空饭 凌晨三点半起床 四点钟开始吃药 四点半又吃 五点又吃 五点半又吃 我的天哪 从凌晨四点开始 说句真心话 不管吃的是什么 长此以往 就这么放弃休息时间来服用 对健康绝对没什么好处 调解进行到这里 我们才彻底的 对朱女士的担忧 表示了理解 朱女士说 基于此 她和兄弟姐妹们开始介入 但是她发现 问题已经不像她想的 那么简单 卖保健品的这些 这一块 那个搞推销的 她觉得你们是双职工 都有工资来源 所以他们会 你们先拿回去 先不用吧 反正到时候 再来拿钱都行 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有一些就要交现金的 15年的话 就是说 外债比较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介入的 更深一步了 所以我们就反对的 也就更多了 就这样 阿姨 您这种状况 你们还会一直这样持续吗 保持这个习惯吗 不是 现在以后我们也不想买了 为什么 现在都 都恰穷掉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保健品 因为保健品又比较贵一下 如果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经济实力允许的话 您还会继续 是吗 那都做 那都做钱来 可能还会买 两夫妻 因为都是高级支撑 感觉说 有 有六千块钱工资 还不够用吗 还不够用 应该是 要停止 对于在保健品上的消费 原老先生夫妻俩 似乎感觉到了一些问题 不过听得出来 要让两位老人完全放弃 对保健品的心理依赖 多少有些难度 调解员把艳逸接过了话茬 在白老师看来 他完全理解 原先生夫妻俩眼下的状态 原先生夫妻俩 不是痴迷保健品本身 而是痴迷其他的东西 保健品 它代表着什么 第一 它代表着情感上的关注 那些推销员 每次来到这些老年朋友的身边的时候 那可以从早聊到晚 从周一陪到周五 只要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潜在的客户 请问 咱们作为儿女的 有谁 能陪爸爸妈妈 从早聊到晚 我们能每个周末 去回家吃顿饭 说实话呢 都是给父母面子 很多老年朋友都说 我不是买这产品 我买的是 有人陪我聊天 有人真拿我当回事 保健品背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 我们老年朋友们 尤其是 得了重大身体疾病 或者 见证过 生离死别的老年朋友们 哪个说 我不怕病 哪个说 我不想让自己长寿 没有 有很多人说 那你看我天天吃这药 我不是真的就越来越健康了吗 我心里 真的想告诉他 其实那根药没关系 那跟你吃这个药的行为有关 朱女士说 她也赞同白老师的观点 他们兄妹之间也商量过 都加强了和父母之间的沟通 可是 另一个新的问题 猪不及防的出现了 就是我父亲 他从小 就非常喜欢那个书法 被我们厂区都是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得写 这写得非常好的 朱女士说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父亲的这点爱好 被人做起了文章 现在不是那个网络比较发达吗 别人打了电话 跟我父亲讲 就说 你要是想拍卖你的这个书法作品的话 很简单 你就在网上 把你的一些这个简历啊 资料 你往上一挂 就会有人来 比如说拍卖啊 或什么之类的 你拍卖 他得开拍卖会的话 你得要费用啊 就你先寄钱 对对对 寄钱还有一个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给他出专辑也好 等于说 或者是印一些什么台历啊 挂历这个纪念册啊 什么之类的 跟这些名有名的书法家 印在一起 也是出钱就给你出一个 对对对 是这样吗 袁先生 这次书是这样的 我来讲一下 那个 那时候北京呢 要老头啊 那个寄作品去 那个展览 让大家参观看 那样子的 后面就打电话给老头 他说有人要买你的作品 既然要买的话 有买卖交易的话 就交管理费 那次展览多少钱 叫收费 两千 收掉这两千块钱 提都不提了 这个事 您觉得可疑吗 这事 是有点可疑 这事不清楚 就不要说了 听到女儿和老伴 对自己书法作品的影响力 产生怀疑 袁先生有些生气了 在他看来 练习书法快七十年 旁人都看到了 自己书法作品的潜力 为什么女儿和老伴不支持 她接受不了 提出去说 每个人都要一个梦 因为我是从八岁开始喜欢书法 今天我当然希望 女儿能够支持我的爱好 女儿所认为的上当受骗 跟你的爱好书法 她有没有联系 比如说就是因为爱好书法 可能上当受骗了 存在这种联系吗 不完全是这样 这个09年以后 过得讲越多 感觉是这个市场上 就影响就大一点 有影响了 知道的人多了 有的人搞一些拍摆费来喊 他就说 这一副作品 要收八十块 或者是收一百块 我也有点生意 重回了头脑一点 他就说 作品这么好 大家这么喜欢 所以我一下 就是写五幅 像这样的送 就是一幅多少钱 这样送过去 您花的最少的一笔是多少 最多的一笔是多少 最多的也就是 两三千块钱 后来他就说 你的作品已流泼 作品重新又寄回给我 寄回 最后他寄了一本书给来 书上也有作品 那个钱是不能退的 对吧 钱不能退的 也就是说 您的作品 到那去转了一趟 回来了 回来了 因为他付了 两三千块钱的旅游费 对 调解现场 袁先生也向我们展示了 这两三年 他获得的一些书种 说到自己获得的书种 袁老先生明显来了精神 看得出来 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 老先生确实是非常热爱 在众多的书种中 现场我们选择了一部分 进行了展示 中国义坛奇弦 这个要是您把作品寄过去的吗 把作品寄过去 这个需要 费用是多少 这个可能两千块钱 然后就给您寄了一本这个杂志来 杂志就寄了 好像一百本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怎么选了你们这七个人 他说你的作品 已经在全国 已经有一点 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其他的六位您认识吗 其他六位 没有见过面 但是都知道他们 你看这些 这个许北红 这个谁都知道 吴作人 吴作人 然后就是您了 和他们在同一本书里面 被称为中国一坛七弦 您开心吗 我当时还可以开心 您觉得这个 我觉得有点 把我抬得太高了一点 和其他 如雷冠耳的书法书画大师不同 袁先生只是一个民间高手 不过有人愿意给自己扬名 他选择了笑呢 中国艺术院宋庄基地 签约艺术家 袁家级先生 这个就是他落款 这个中国艺术院宋庄基地 您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中国书画学会 入编证书 您收到书了吗 这本书我没看得过 可能我没有寄钱 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 我记得作品 严格审核 您创作的艺术品通过了本评估委员会 艺术品价值标准评定 评定结果如下 书法类作品市场价格为 每平方匙两万元 您知道这个什么评估委员会 是干什么的吗 有个委员会就是 您知道这个机构吗 这个知道 他们是做什么的 他们专门就是说对这个 鉴定这些 您怎么知道的 书法爱好者 您怎么知道的 我们也是 这个消息 如果一切都是事实 按照别人给出的 袁老先生书法作品 两万块钱一尺市场价格 他的作品可谓身价不菲 可是和这个市场价 产生鲜明对比的是 无一例外 在那些联系老先生的 拍卖公司那里 他的作品却频频流拍 女儿朱女士说 这也是自己不能理解的 直到去年 老父亲开口找自己借钱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他要我拿两千块钱出来 得算借也好 后面他给我电话的 那个电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个人号称是 著名书法家刘大伟的秘书 后面没过多久 那边就来电话又吹了 就来一次座机来的 显示的号码是010开头的 就是北京的 说的 你怎么还没去汇款呢 就这样的 我就问他 我说您是那个 北京市大委书法学院是吗 他说是 那您是谁 我说我是谁 这并不重要 我说想麻烦问一下 您的地址在哪 我说我想来看一下 他就说 您是不是那个原家级的亲属 他马上就这样说 我说我是 他来 你问弟子干嘛 我说 我就想知道你是在哪 现在不是你催他寄钱吗 他现在没钱 他问我借钱 我没说我是他女儿 他就说 那你这是什么态度 反正就马上就是发火 不太那个的 我说我没啥态度 只是想了解一下 您的弟子在哪 他就不太很高兴 他想呢 他都到马上就转移话题了 他想到现在 那个台历 我们是一二年 给他先寄过去的 台历也做了 到现在一千块钱 都还没给我们 他想呢 我们问这个要钱 应该是好像理所当然 就这样说 他你还 还有什么怀疑啊 就这样说 后面就是他把电话 给挂了 如果您的爱好在于写书法本身的话 女儿并不反对这一点 对吧 对 我们非常支持 老伴也很支持你 你怎么写都行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 刚才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发生 他们反对的是这一部分 说白了 其实他们反对的是 外面的那一帮人 不是反对您 那可以接受 那那钱就不寄了 可以吗 但这一千块钱还是要寄 为什么 这就是那书 那个台里都寄来了 你的意思是我欠别人的 欠别人的 袁老先生真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仅仅是一通电话 就让他深信不疑 现场的老师们 也为袁先生的善良捏了一把汗 调解进行到这里 我们也非常想看一看 袁先生的作品 一方面 出于对老先生书法爱好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 小姐现场 我们请来了一个特殊的嘉宾 蒋西师范大学博士 中国著名书法大师 欧阳忠实老师的学生 于有东老师 我们要请 余老师给袁先生的作品 做一个重刊的评价 我们也很期待 袁老先生的作品 到底价值如何呢 袁老师 向您自尽的 您这个年纪坚持学书法 我看到您写的字 确实写得好 一般就是像您这个水平 在一个小区里边 在一个单位里面 肯定是高水平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中国人的书法 就是写字跟书法艺术 我们虽然不能说 就是有明显的这个界别 但是它真的有不同 从我自己学书法这个专业 我觉得就是书法本身 从艺术角度要求 跟写字也有很大的差别 您这个作品呢 更接近于你自己的自由书写 当然您这个自由书写 空笔能力 截字能力都很好 但是我们更认同 我们的用笔 要接近古法用笔 我们更认同 我们的节字 要更接近一家原点 就是古代那些 经典大家的作品 我们更要求 我们这个作品 更有那个 中国哲学里面的矛盾 或者说阴阳 有这些大小的 错落的 节奏的变化 把这些东西 您的作品里面相对缺乏 相对少了一点 然后就是我们主持人 之前所展示的那些 您的证书 实际上我今天在来之前 我也有个基本的了解 实际上现在就是国内 在举办各种活动的时候 应该来讲 国家一级的 中国书协 中国美协 国家画院 等等 然后省级一级的 比如说省美协 省书协 省画院 就这一类这个组织 它所组织的活动 我觉得更有权威性 而民间有很多 就是莫名其妙的协会 莫名其妙的活动 虽然我们也不能说 它一定就不合法 但是权威性 可能就不够 是我的一点观点 于老师的话 言简易改 但是道理清晰 一方面指出了 袁先生的写作方向的问题 另一方面 对于所谓民间举办的 这些形形色色的活动 提出了质疑 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行业专家的话 袁老先生还是比较信服的 而就在此时 我们的调解员 白艳艺也在做一个事 这个事可以说 对整场调解特别重要 那么白老师在做什么呢 因为我本身是从北京来的 然后在文化界里面 有一些朋友 就刚刚你们提供的这些信息 有一些我也跟我北京的朋友 有过一些核实 北京宋庄我是去过的 有一个是写的宋庄基地 宋庄首先是北京的一个村子 从事艺术工作的 或者艺术爱好者 就在这个宋庄这个村子租房子 所以宋庄本身是一个村子 它并不是一个组织 以宋庄基地作为一个组织 来去颁发任何的奖状 这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第二呢 您刚才有一个是 中国书画协会 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想余老师可能也知道 咱们中国是有一个协会 关于书画方面的 但是它叫做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书画协会到目前为止 官方上去有这样的一个协会 是不存在的 第三个呢 如果说前两个 我们都说是民间的 是我百言一孤陋寡闻 我的朋友不知道 那还可 我还觉得还可以 但第三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特别恐怖 因为居然打着文化部的名义 我们要有点说头了 咱们中海民共和国文化部 是不是有一个艺术评估委员会 有这样的一个协会 文化部 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艺术评估委员会 您的那样的一个证书 它发证单位 文化部艺术评估委员会 这个是不存在的 调解现场 白老师化身打假先锋 咨询了业界诊士 将骗子乔丽的名目一一戳穿 让袁老先生进一步认清了 这些所谓的发政机构的来头 接下来观察团老师们发言 他们会如何看待 袁老先生这几年的生活变化呢 现代社会的这种骗局 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过去讲 比如说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但是现在的很多骗子 他不是无事献殷勤 他叫做精准献殷勤 他非常了解你的需求 比如说老年人 内心的情感需求 对身体健康 对生命的延续的这种需求 他精准地把握了这一点 也包括 比如说对袁先生 他的那种书法梦的 这种精准的需求 他精准地把握住了 于是他主动向你先引起 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我们过去讲叫空手套白狼 现在的骗子没有那么傻 他什么 他什么 他说小耳套白狼 就给你一点小恩小惠 最后 他套到了更大的利益 袁先生你可以体会一下 有没有这种特点 第三点 我们过去讲什么画饼冲击 但现在很多骗子是什么 是画饼 先充值 比如说 袁先生 给你印了那么多册子 又是这个台力 对不对 看起来 因为他都寄给你了 别人已经是在赔本了 对吧 我这一千块钱 我必须要寄回去 但是袁先生 你去打听一下 这种一本台力 他的制作成本 到底是多少 你就明白了 你是不是被骗 还有一点就是 吹捧如梦游 就是把他要骗的对象 吹捧的跟什么样的 他正好契合了 就是很多被骗的人的 心中的那个梦 比如说 袁先生 你的书法梦 我概括总结这些 这些就是现代骗局的特点 应该讲 在你们家这个事情上 都有所体现 我也想到了 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妈妈可能在这方面 是属于思想比较保守 而且趋正常的 我爸呢 也是一个比较热衷于 这个保健品呢 以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可能这个问题 或是现在中国这种 这一辈年龄的父母 常见的问题 因为我的爸爸是38年的 我的妈妈是36年的 跟您的父亲也应该是同龄人 对吧 都是同龄人 我爸爸妈妈都是清华的 所以这个跟学历 高低 是不是有一定的绝对的关联性 我个人觉得还真没有什么 太多的关系 我刚刚回头的时候 跟我们的心理老师 苏丹老师说了一句话 我说 首先我们必须得肯定一点 好的骗子 都是心理高手 他们非常明白的能够揣度到 老年人的心理常态 或者说我们说 人的这种心理常态 而我不知道 袁老先生 你有没有听过 马斯洛 关于人类的这个需求理论 它是一个以金字塔形的形式 往上走的 人最基本的需求 是生存需求 生存需求之后 是安全需求 安全需求之后 是社交需求 再往上 是被尊重的需求 最后一层最高的需求 是自我实现的需求 袁先生 我们就来说 您不认为是骗子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 他们很有可能是骗子的 这些人 卖保健品的 他抓住的是您的 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每个人都怕死 老年人尤其如此 而这些 以书画 这么高雅的艺术 打着这样的旗号 来招摇撞骗的骗子 他们更多的是 抓住了您 自我实现的需求 今天我们的 那个调解员 白老师做的特别的好 因为我是老年人 特别的说到我心里面去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 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 我老了 我没用了 我可能会成为 孩子的负累 我可能 不被别人尊重 不被别人需要 不被这个社会需要了 我也经常会收到电话 收到那个QQ邮箱里 邮件 说中国名人路 正式通知你 世界名人路 正式通知你 你被 选中了 可能在那些 所谓的名人路那方面 可能我 还没有这种需求 但是你的父亲 一辈子想做个名字画家 他有这种心理需求 所以在这一点 我希望 做女儿的年轻人 多体谅体谅老年人 毕竟浪费了事钱 但是我们 还毕竟有健康的心态 健康的身体 这更为重要 千万不要打击他们 那种健康的心态 让他觉得 我值 其实他心里已经明白 已经难过了 知道了 不要带去再多说他 好不好 我想跟女儿说两句 第一句呢 就是人啊 沟通 一定要懂方法 我觉得您是一个 特别不懂 跟老人家交流的一个女儿 你看 首先在你的这个交流中 你缺乏对老人的肯定 你总在说 什么受骗啊 上当啊 或者你总向正伪 而实际上 我们所有的人 对自己的行为 是有一定的鉴别力的 所以当你在 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首先要看到 他的优点是什么 我也想跟电视机前 所有的朋友说 沟通最重要的第一点 就是要看到 对方的优点和付出 比如说 他的字确实写得很好 那么你可以告诉他 爸 你这字确实写得很不错 在这一方面 要做一些沟通和肯定 另外一方面 关于途径的事情 你不断地正伪的过程 是在干什么 有些时候 当你觉得这个途径 不合适的时候 你可以协助他 寻找更合适的途径 其实我们生活之中的途径 非常的多 我妈妈爱跳舞 爱打太极拳 我觉得我妈妈呢 打那个太极有点 这脏法有点乱 然后我马上就去到处 找那个县城里面 练太极练得非常好的师傅 我亲自登门 去求他帮忙 我说我妈妈特别喜欢 您能当他的师傅 来代代他吗 如果你真的用心 用在老人的陪伴上 你会发现 你无需证伪 你无需去埋怨 无需去派那么多的证据 你只需要用你的爱心 去寻找 这个老人实现的 更多的途径 听完了老师们的发言 袁老先生决定离场休息 不知道是累了 还是一时之间 对老师们的发言 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我们的调节 还在继续 于有东老师来到了厂下 和袁先生聊了起来 说明是刘大为老师 他们实际上 都会来讲 所以我们省里面 现在把那个 等于就是把国家 国内的那些高水平的 都请过来 然后面对面交流 我觉得您可以关注一下 当然 于老师也不忘 告诉袁老先生 大师们 包括自己的老师 欧阳忠实 不可能仅仅依靠 一通电话 来随意组织活动 如果袁先生 再接到这类电话 一定要提高警惕 所以我觉得 您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跟当地的书学 跟我们省内的书学 或者您直接跟我联系都可以 杨老师 我觉得喜欢书 喜欢书法 是非常好的爱好 于老师和袁先生的谈话 进行了半个小时 逐渐的 袁老先生也开始释怀 两个人还相互留下了电话 那么 再次上场的袁老先生 能够接受老师们的建议 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这个爱好吗 我觉得袁老先生 在几个问题上 都特别地值得我们的尊重 第一个就是 人要有理想 要有梦想 并且不会因为自己的衰老 而放弃了理想和梦想 第二点 您父母相濡与沫这么多年 几十年的夫妻 您看 我觉得这是第二个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也是一个榜样 袁老先生 您有什么要跟我们说一说的吗 刚才 刚才我们 这位老师 不敢在您面前 不敢成老师 叫小柏 他讲得很好 您都接受是吗 以后自己注意着点 那个写书法这事呢 写书法是还是技术性 好 但是说 这个说 要钱的 一日不参加 但咱们到时候 跟 跟余老师在 这个沟通沟通 看有什么正规的大赛呀 对 正规的这些 什么展出 当时咱们 及时得到第一首的消息 然后 咱们就把咱们的作品 让更多的人 能够真的看到 是吧 老先生 刚才余老师 给了我 他的通话 电话号码 给我了 他 今后就是我的老师 对 谢谢金太良姐 给你爸爸说说 给我爸一个拥抱 看着袁老先生 开心的笑容 我们深感欣慰 最终 老先生 还是采纳了 我们的建议 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感觉得出来 这个伴随着 他一生的爱好 带给了他 不小的满足感 也正是因为 这份在意 所以才走一些弯路 不过 在我们心中 袁老先生 依旧是那个 心地善良 慈祥的老人 我们也祝福 他和老伴 家庭和睦 晚年 生活幸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